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Jerman 歡迎收看今天的Jerman開箱去 今天的開場相當不一樣 我是站著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要給大家開箱呢 一整箱喔 直接把它扛進來 有一陣子沒有來開箱一整箱的東西 沒有錯 這個就是在8月份 非常多人私訊留言說想要看到的 開箱 也是我之前有開箱過的ROG Phone 第一代的 最新續作 ROG Phone 2 大全配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它裡面 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好那這一次的ROG Phone 2大全配呢 其實跟一代一樣 就是用行李箱的形式 外面還罩著一個這個保護套 那這個行李箱跟一代是幾乎完全一樣的喔 就是我們兩旁一按就可以 打開啦 攤開來之後呢 有沒有像軍火之王 真的是 戰鬥力滿點喔 我第二次打開來還是覺得很期待 還是覺得 作為一個電競玩家很心動喔 那種全新的 有一點點的那種膠質的感覺散發出來 那它為了去做保護還有很多 這個泡棉 同時還有極速帶 可以去把它豎起來 這次我們一樣是拿到了大全配來做開箱 那首先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手機本體 ROG Phone 2 這個聽說也是在全亞洲全世界 熱銷喔 聽說現在下訂都要等一陣子 ROG Phone 2 那待會再來細部的給大家看一下說這一次 的改版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配件 這一次配件也有一些些小改版喔 你看 這個是預購會送的手把 那這個手把在外包裝上面跟衣帶稍微有些不一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手把 哇 這一次手把 做這個直線的髮絲紋 很不錯耶 手把本身沒有很重 不會增加太多的負擔 然後這邊是 另外一個形式的手把 這概念是有一點點像是Switch 他可以自己分開來也可以合在一起用 這個手把應該也是最多人想要的配件之一 那預購的時候有送 大家搶翻天啊 接下來這個配件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必要那就是手機殼 他這一次二代的手機殼 一樣是維持原本ROG的那個圖騰的神秘感之外呢 不知道為什麼可能也是因為圖騰的關係 有一點點像是遊戲王耶大家有沒有覺得 就是有點遊戲王的風格 所以他也是附了一個手機殼 接下來是Mobile Desktop Docking 那這個基地座呢顧名思義就是 可以讓你的ROG Phone 成為這個電腦模式 在測試一代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在某些情況下也蠻實用的 那這個 docking呢 我這一次對他也蠻有期待的 畢竟ROG Phone 2是首批搭載了 骁龍S855 Plus 所以理論上 他的效能應該可以追上一些中階的桌墊 或者是 一些文書機的效能才對 甚至更好 所以到時候測測看 接下來看到的是 ASUS WIKI Display Dock Plus 那這個配件呢其實在一代也有 然後他可以快速的切換大螢幕小螢幕 然後在各個情況下切換 他是另外一個基座 然後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你很需要做投影 或是做一些大螢幕的切換的話 這個也是蠻好用的 展示用的話會蠻好用的 下一個配件也是在一代的時候就覺得超級炫砲 非常吸引眼球的 這個雙螢幕基座 顧名思義呢你可以把你的 ROG Phone接上去 然後就變成雙螢幕的ROG Phone 同時他也是一個 遊戲的手把 有沒有看到 二代一樣有這個配件 所以你看他上面一樣是做的是一個ROG Phone的面板的感覺 下面直接接你的ROG Phone 2 然後就變成一個 雙螢幕的感覺 這個我在一代的時候就覺得超酷的 然後二代他也把它保留下來 也可以說是ROG Phone的 靈魂配件之一啦 最後讓我相當驚喜的是這一代的ROG Phone 竟然附了一個背包 這個背包 真的是會讓有收集控的人想要買大全配 因為這個背包可以背著你的配件 還有你的帶著你的ROG Phone出去 然後就是跟朋友打電動啊 幹嘛的 當然這個背包也可以拿來裝你的一些 隨身的雜物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認真的開箱一下 這一次的ROG Phone 2 還有 他所相關的配件到底用起來跟一代 差距在哪 好不好用吧 畫面中看到的就是這一次的ROG Phone 2的包裝 跟上一代一樣是使用六角柱造型的包裝 這一次跟一代不同的地方是他打開的方式變成抽屜式的 除了手機本體外 內附的配件有保護殼 30W的充電頭 傳輸線 以及第二代的AeroActive風扇 接下來來看看ROG Phone 2的手機本體 第一眼看過去正面最大的不同是聽筒的設計 雙喇叭依然採用上下對稱的設計 但顏色改為比較沒有那麼搶眼的古銅色 跟一代相比顯得比較低調了一些些 正面螢幕搭載了一塊6.59吋 19.5.9的A Mode螢幕 這塊螢幕具有120Hz的更新率 跟高達240Hz的觸控採樣率 解析度為2340x1080 支援到了10bit HDR的色彩 實際的色彩表現我覺得比想像中還要漂亮 但我想這塊螢幕的最大亮點 還是在於120Hz的更新率 即便犧牲了一點點的色彩表現 但如果能夠換到更流暢的遊戲體驗 也的確是電競手機必須要做的一個取捨 ROG Phone 2也搭載了螢幕下的指紋辨識 經過測試後雖然辨識速度並沒有到非常的快 但是透過霧面跟玻璃的保貼都可以正確的辨識指紋 在實用性上還是不錯的 ROG Phone 2的背面設計乍看之下其實跟一代是相似的 但右邊的風扇從兩個出風口 改為一個出風口 整體的線條是經過重新設計 在不同角度下觀看機身的線條都會呈現換彩的效果 相當有科技感 ROG Phone 2的相機搭載了跟Zenfone 6相同的Sony IMX586感光元件 擁有4800萬的像素 光圈F1.79的主鏡頭跟1300萬像素125度的超廣角副鏡頭 鏡頭旁搭載的是一顆閃光燈跟一顆RGB燈 這顆RGB燈晚一點再來跟大家介紹 機身正中央就是ROG招牌的敗家之眼LOGO 跟一代同樣能夠啟動RGB燈效 信仰值滿點 我們在上手ROG Phone 2一陣子之後 可以感受到機身其實算是相當的長 手機長度為17.1公分寬7.8公分 官方的說明這是針對19.5比9的螢幕比例 所設計的最佳遊戲體驗尺寸 機身的下方配置了一個USB Type-C接口跟3.5的音源孔 這音源孔在一代就有講過非常的重要 雖然說無線的藍牙耳機非常的流行 但是它多多少少還是有聲音延遲的問題在 所以如果是在瞬息萬變的比賽當中 3.5的音源孔然後接有線耳機還是非常關鍵的 機身右側分別有音量鍵 電源鍵以及這一次的Air Trigger第二代按鍵 SIM卡採用的是4G雙卡雙待 而機身的左側搭配了另一個USB Type-C的側面充電孔 也就是說讓你在打遊戲的時候 充電線可以看狀況 並不會卡手 同時這個側面的Type-C孔也能夠接上ROG的所有配件 那個時候一代我就有這個疑問 這一次我們用二代來測試看看 就是把側面的USB Type-C孔 接上底部的USB Type-C孔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哇塞 ROG Phone 2自己在幫自己充電 這是台永動機啊 不好意思開個玩笑 這樣子接當然還是會耗損到的 不用這樣子接沒有什麼用 ROG Phone 2是全球首發的高通S855 Plus手機 儲存空間為512GB 記憶體來到了12GB 電池容量這一次一口氣給到了6000mAh 機身重量為234g 加上殼之後是245g 所以其實以玩遊戲的角度來說 的確是相當有份量的 我們來測試一下這一次高通S855 Plus的遊戲效能 我們測試了包括傳說對決 PUBGM以及狂野飆車9 在特效全開的這個模式下都能夠穩穩的 60幀順暢運行 而部分能夠支援120Hz的遊戲玩起來 畫面是更加的流暢 不得不說這一次高通S855 Plus的效能是超級強悍 這一次的ROG Phone 2在螢幕的更新率支援到了120Hz 在視覺上可以提供更流暢的畫面 我們可以簡單的來跟ZenFone 6的60Hz螢幕比較 可以看到在慢動作的攝影下 ZenFone 6稍微是比較卡一些些的 在日常使用中可以明顯感受到ROG Phone 2滑順的畫面 操作起來是相當的綿密 雖然說現在的主流遊戲大部分還是只支援到60幀 但是我覺得在未來還是有很高的機率 會依照更新而變到120幀 而這一次ROG Phone的240Hz觸控採樣率 的確在許多的遊戲緊要關頭 它的回饋感是更加的靈敏的 不論是連點還是快速滑動 遊戲給你的回饋感都比一般手機來得快 而ROG Phone 2在遊戲中也可以使用AirTrigger 2 能夠提供加機手把般L1、R1的按鍵使用 例如我們在遊玩PUBGM的時候 可以使用AirTrigger來自定義開槍鍵 在滑動視角的時候 就可以行雲流水的使用AirTrigger開槍 這跟一般的手機比起來絕對是會比別人反應更快 操作更加的滑順 ROG Phone 2也因應AirTrigger這樣子的操作手勢 把天線升級到了4天線 也因此WiFi訊號不會因為握手機而受到干擾 而除了測試手遊外 我們的編輯這一次也嘗試的把ROG Phone 2 接上Gamepad來串流玩PS4 透過配件的多按鍵把所有的按鍵定義到串流器上 就可以使用ROG Phone 2來玩像隻狼 或是死亡細胞這樣子的遊戲 雖然畫面沒有辦法塞滿整個螢幕 但是使用市面上配件最充足的電競手機來玩PS4的感覺 也是相當特別的 這一次ROG Phone 2的另一大亮點就是電池給到了6000mAh 我們來測試一下遊玩遊戲的電力表現 在傳說對決120Hz的環境中特效全開 並且開啟X模式 遊玩一個小時左右電量消耗了16% 裝上AeroActive 2風扇之後呢 一個小時的電量會掉24% 一樣是120Hz的環境 特效全開 幀率開啟極限 一樣開啟X模式 遊玩一個小時掉了15%的電量 裝上風扇後呢一個小時的電量會消耗到30% 也就是說如果單以ROG Phone 2玩遊戲的話 可以玩5到6個小時 如果裝上風扇的話 大約是3到4個小時 我們也嘗試了使用原廠的30W快充來幫ROG Phone 2充電 從22%充到100%只花了一個小時 又46分鐘算是相當的快 同時呢ROG Phone 2本身也支援了QC4.0 跟PD3.0的快充技術 這樣子的大電量可以讓你在玩遊戲特效全開 也不用擔心電量消耗的過快 緊接著我們來測試一下AeroActive 2風扇的散熱表現 我們進入到遊戲控制中心當中 把風扇強行開到最強 可以看到這個衛生紙可以吹得非常的遠 經過測試後呢 遊戲特效全開 一段時間 機身的溫度也可以平均的保持在40度左右 發熱區集中在機身的背後風扇出口 這個位置呢也是手不會碰到的地方 所以包括了手機正面或背面手會接觸的地方 溫度表現都是非常優異的 大約是在35度上下 而另一點我覺得很貼心的是 這一次的AeroActive 2風扇 不管你有沒有使用專用的保護殼 都是可以裝上去的 最後來介紹一下 ROG大量的配件 Gamepad 是我認為最實用的配件之一 如果使用串流軟體玩模擬器 這個配件可以給你非常完整的按鍵配置 不用再慌亂的亂按螢幕了 接下來是TwinView雙螢幕底座 這個底座也內建了5000mAh跟散熱風扇 遊戲如果有支援雙螢幕的話 就可以利用這個底座 來得到更多的資訊 緊接著是超級炫炮的RGB手機殼 如果單純背面的Logo沒辦法給你足夠的信仰 這個手機殼可以提供更完整的保護 還有更完整的信仰 之前在手機背面提到的燈泡 就是用來支援這個RGB保護殼 透過RGB保護殼的磁鐵開關 就可以開啟背面的RGB燈泡 好的以上是這一次的ROG Phone 2的開箱 綜合來說我還是滿滿意這一次ROG攪出來的成績 就是跟一代相比的話 包括在螢幕的更新率在電量 然後在螢幕的大小上面 甚至在一些配件上 都明顯的可以感受到 ISUS ROG有針對一代的用戶的 意見 然後去做一些修正 那除了它的效能很強大之外呢 我覺得它很完整的這個配件的生態系 讓它不管是遊戲 甚至是偶爾要把它拿來當作一些 電腦使用上 我覺得都方便很多 那如果硬要講它什麼缺點的話呢 可能就是它的手機稍微重了一點點之外呢 很多人會去吐槽它的螢幕色彩 可是我實際測下來我覺得包括在HDR的表現 包括在看電影的表現上面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啦 當然它沒有辦法到跟 最旗艦等級的OLED的色彩 那樣子的飽和那樣子的漂亮 所以呢 各位如果你有訂到ROG Phone 然後呢有拿到的話 我覺得它不會讓你失望 就真的 二代跟一代都很棒 玩起遊戲來 真的是爽快很多 以上是這一次的ROG Phone開箱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留言問我們 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